在过去二三十年中 由于华裔 亚裔移民数量的增加 在像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大城市 尤其是亚裔聚居区 课外辅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补习学生低龄化 补习人群多元化是当前的明显趋势 人们不禁要问澳大利亚也出现教育内卷了吗 欢迎参与直播互动 提出你的观点和问题 欢迎您回到澳大利亚 澳洲直播澳洲这个节目 Australia Life这个节目当中 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下 我们事先采访的一位嘉宾了 Christina Hall Christina很小的时候 就跟父母一起从香港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那么在悉尼一所精英的学校里学习 但是她现在坚决不想把她的孩子 送去精英学校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她认为精英学校不适合她的孩子 而且她的孩子在精英学校中 可能学不到更多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和学习 那么她同时也是专门研究 亚裔移民与澳大利亚的教育问题 那么自从2016年的时候 她就出了一本书叫做 《渴望、焦虑、Aspiration and Anxiety Asian Migrants and Australian Schooling》 这本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 那么她其实就对课外辅导产业 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科外辅导产业 是有一种担忧 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而是非常有限制的 所以任何人真的可以设立了 tutoring company or set themselves up as a private tutor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y have any qualifications or not nobody's really checking and of course when you have those migrant families that are very anxious about the future and they're willing to pay they're willing to pay and I do feel like the industry sometimes is a bit exploitative you know it's really exploiting those families fears migrants fears and they're selling they're selling a dream of you know security and a prosperous future 刚才Christina Hall女士她讲的好像用词非常的严厉用了剥削这个词 荣思成你是这个产业的议员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更多的监管 他说的有道理我相信今天在看你的秀我们的ABC 这是你的秀很多也是家长我其实知道家长是很聪明一个customer 一个客人对吗其实很简单的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不再进步 分数上不再进步他们的character他们的性格的这个孩子也不喜欢 在这个学校读那他们可以离开的我们的家长是很聪明的如果他们的 孩子不进步性格也没有进步那我觉得他们要考虑要去走了 但是的确是这个产业中的所谓的辅导老师他们并不一定是 教育出身的并不一定有这个执教的资历是吧对也说的对所以我觉得 一个好的补学校一定要给这个家长沟通是很重要的他们要跟他说他这个 读了十堂十一堂他们读了什么他们考试考了怎么样那这个跟家长回报是很重要的 像for example我叫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我们叫我们的孩子时候我们每一堂会跟家长讲我们是做了什么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就是这个 feedback 跟家长之间的feedback非常重要啊那我想请那个韩文竹老师啊请你谈一下啊就是呃正是因为这种辅导业的发芳心慰爱我们看到了这个孩子上辅导课的年龄越来越小了我有一位朋友他在悉尼啊他跟我说他孩子女孩子刚刚三年级 他已经开始上辅导学校了因为他说五年级进不到那个特殊的班六年级就要考那个精英学校就进不去精英学校 呃进不到中学精英学校初中高中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系了呃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担忧而且我们看到 华人开始是热衷于辅导后来就是亚裔人士包括印度的各种各样的其他地方的人 现在我看到很多欧裔人士也加入到了这个辅导大军当中去了韩文竹老师这种内卷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其实想讲几点第一呃我十几年前来澳洲的时候我已经帮西人的家庭在做高考的补习 他们只是不去补习机构他们会请老师上家去补习 而且呃慢慢的我教的这些孩子有西人的孩子有像你说的亚裔的比如说越南的或者是柬埔寨的 当然还有印度的家长甚至从小学三年级就想开始学我的都是有的 所以说这个这个东西不是说现在才有只是我们现在确实像您说的方心为爱 他越来越来越来越被资本所关注 其实问题不在于补习机构而是在于资本 但是我们知道资本操作他有有好有利有弊吧 我们不能一刀切去管管理他 所以说呃你们会说啊有些老师他没有教学资格 没有教师资格证 但是我们来说如果说资本呃或者是补习机构的有培训 他们同一个课同一个青年级的课可能要一个星期上十节 所以他们很快就能把这个老师培养成一个有经验的老师 而且他们通常来说选择的我想刚才已经有人在点头了 他们选择老师的时候他会看你单科 进一门高考你会成绩是多少 你高考的分数是多少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在20年前30年前选选老师的这个标准 是高考的分数这两年五年前才刚刚提升到高考高考分数 他的分数80分来做老师 所以你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会觉得我的孩子在课上 为什么听老师讲课没有完全听懂 他需要有这样的思维 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学生都需要补课 因为我所在的学校我看到有很多我的同事 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他们的课程 而且他们的课程学生的反馈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这些家长这些学生他不需要去补课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用脚来投票的 你需要你才去做 但是确实有这样内卷慢慢在混动 你说人在一起吗 就是互相比较重攀比心不太可能 尤其是这个亚裔本身一直都很重视教育 不光是我们中国人 其实印度人也很重视教育 因为他们知道你上了好的大学才能有好的工作 但是这个内卷的这个原因啊 就是其实澳大利亚跟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上一个很好大学 可能是很少比例的人能够上 而在澳大利亚上大学 基本上是你想上你就可以上 只不过是上什么样的大学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上大学 现在内卷的似乎是那个最高的那一档级 大家都是想得99.95的ETA那个分数 其实是那些人在内卷 对 没错 因为澳洲我其实前段时间还看了一个数据 整个澳大利亚的高考人数是在26万左右 但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大学 所有的大学加起来 大一招生的这个能力是31万 我们只有5万到6万的这个数字 是人员名单 是人是需要从海外过来的 所以说 所以我就说有必要去这么去内卷吗 这么去补习 得到要得到99.95这样的高分吗 如果是我说的话 有的学生他补课是因为他想学一 他想学精算 他想学architecture建筑 所以这些人他有自己的志向 我并不认为为了自己的志向去努力 是错误的 对吗 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长大了 我们说当你想要什么 你就要去努力 这样的观点是错误呢 这样的观点不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他只是想要一个考一个70分80分的 这样的高考的学这个科目的话 确实没有必要把自己压迫的那么紧 那么陈博士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种校外辅导当然都是自愿的 其实也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的 那这是不是就把那些经济实力比较好的 跟经济实力比较差的 就越拉越远越拉越远 形成了这种 这个有经济实力比较好的 甚至一个学期可以花几千块钱去补课 那经济实力不好的 就等于是自生自灭 杰森谢谢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咱们生活在澳大利亚 这是很坦诚的说 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 市场经济的这种社会 就像Christine和Scott也都说起来了 大家用脚来投票 客户他知道有什么 然后但是这的确这个社会 包括美国加拿大 其实这都是类似的 就是你刚才所讲的中产阶级 和这些比如说中低收入的阶层之间 这种分层 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而且还持续 但是unfortunately 我觉得很不幸的是 就是说包括这疫情 就让这种情况摆上夹击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财经人士来说 这个有钱的人 他变得更加富裕 那么贫穷的人变得更加就是贫穷 其实放在教育上面也是一样 因为外溢到这个教育的投入 Christine刚才讲的 这个早些年 西人欧一的这种家庭 早就悄悄的 也不是悄悄 它是很自然的 就把人请到家里头 一对一的这种来教 我们知道在美国 也有类似这种情况 甚至这种这叫affordability 然后比如说 作为高知的 高产的这种富裕这种家庭 母亲或者父亲 一方面可以放弃自己 暂时放弃自己这种专业工作 专门来教育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affordability 只有对于这种富裕阶层来说 它的确可以承受得了 然后刚才我就提到了 我觉得对于那些 真正有这些需求的 但是家庭经济状况 要比较难以承受的一些家庭 这个社会 政府各方面需要来做一些 这比如说voluntary的 或者这种philosophical的 这种工作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博士生 他是来自新加坡的 那么他专门研究的这种 补习的这种情况 在新加坡有这样的 由政府或者教育 以及社会NGO组织 大家来设立一些这样的种机构 专门给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 移民的这种家庭 来给这些孩子来提供免费的 他种非常低廉的这种补习教育 所以这样就回应了 杰森您可以讲的这种 在教育方面的分层 会不会日益恶化 我觉得这的确 作为一个社会来说 是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就觉得特别需要关注的 很有意思 对于移民来说 尤其华人移民来说 并不是铁板银片 那么原因就是因为 据Christina Hall 教授她说 在第一代移民 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 可能是对什么都不太了解 对教育制度也不了解 所以就很害怕 而1.5代或是2代3代 他们经历了自己 亲身经历了澳大利亚的教育制度之后 他们就没有那么害怕 那么恐惧了 而且对孩子的教育 也有另外一种看法 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这是一个移民的故事 就是未来的疯狂 如果您在这个国家生生 你并没有那样的疯狂 我觉得这是什么 我认为自己是1.5代 不是第一代 不是第二代 什么地方 但是因为我在这个国家教育 我不会认为自己的 have quite a narrow definition of success um and you know so it is about money it's about you know being in a prestigious job and earning a lot of money and i guess that's why there is almost this obsession with you know your kid becoming a doctor or you know accountant dentist lawyer whatever for generations of migrants who are more established in this country um maybe they have more of that luxury to widen their definition of success like the longer you have been there and you feel a sense of comfort and familiarity then you can afford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broad in your thinking about what is success 柔思成你是第二代可能身有体会对不对因为你在这里上了学 肯定感觉你的孩子就不一定那么像你妈妈对你那样子一定要你做这个一定要你做那个 有什么感触 对因为我是这里出生的 啊所以我妈妈是上海过来1989年我爸爸是197677这么样过来的 所以啊我他们过来的时候妈妈不是很不是很有钱的 400块就过来了啊在上海就过来了 所以他们跟我们的要求就是我我是现在是29岁我我的朋友啊 他们想我们做医生做历史做denter什么什么我了解他们的他们是很苦去赚钱去工作他们想他们有这个他们的孩子有这个教育不要想这么这么样啊苦啊不过现在的社会是变了所以我长大的 我妈妈妈爸爸开补社我我 finish school 的时候就去补习补好习他们也 星期六星期间叫我去其他补习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我是一个spi 所以我我是这样去长大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对我什么我讲好跟不好什么好的我觉得如果一个学生努力我们澳大利亚是很好的国家 如果你一个孩子 你可以努力 你可以去一个好的学校 你家长没有这么多钱 你可以去像我 去Sydney Boys High School 像我们的总统Scott Morrison 他也是去Sydney Boys High School 不过怎么样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是就是得到这个目标 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目标 会影响这个人 去怎么样去长大的 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 这个你在我们节目之前 曾经聊了一下 其实你的ETA score 并没有像华人所说的那么好 但是说老实话 你已经算是很成功的人士了 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 有很强的领导能力 有很强的这个情商 也就是EQ 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能力 这个是华人可能不太注重的 但是你有 所以你就不聊聊能成功是吗 谢谢你Jason 我成功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我看到一个书里面说 就是你不要想成功 一个人先要开心 高兴 再可以多大一点机会 成功 对吗 所以我做我的事 我很了解我在做什么的 我很想改变我们现在的教育 所以我2019年的时候 我去选州议员 我输了一点点 所以我输的时候 我说我做不到 我改变不到这个 Education System 我怎么样去改变呢 我就开我的学校 我觉得要帮孩子进去 很多好的经营学校 不过这个方法 要不一样 他们要知道 他们为什么在做 我大起来 想做一个好的老师 想做一个开火车 不管怎么样 他们要知道他们的目标 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 小人跟大人是一幕一样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的时候 他们就会好一点 他的态度会好一点 他们不是跟着他们妈妈吧 你一定要去做公开 否则我打你 这个是非常不对 第二个point 我看到我很多朋友 在Sydney Boy 在Sydney Girls 很好的学校 他们去到大学的时候 找工作是找到的 会上去吗 不是很大机会 他们会讲话吗 他们会沟通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陈博士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Sydney很多经营学校 据说有48所 这个全职的经营学校 或者部分的经营学校 这个里面据说 80%到90%的学生 都是亚裔的 所以有很多的问题 就在于 这些学生平常 就是跟亚裔在交流 没有跟其他任何种族的 不同多样文化背景的人 在交流 他们可能在上班大学 进入到社会工作以后 会发现自己 跟其他民族的人交流 是有隔阂的 没法融入这个社会 没法施展自己的这种 networking 或者跟人交际的 这样一些能力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华人 在看他是不是成功的 一个没有看到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社会这种 某种程度上的这种 seperation 甚至会有一点 segregation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的确是在发生的 那我想呢 这个作为一个 亚裔人群 比如说华人也好 印度裔也好 韩国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这个也并不是因为 他们一个 voluntary的 choice 这是因为他们作为 的确作为一个 minority 少数民族的主义 在这个多元文化的 这个国家里面 然后大家都在一起生存 那么他要脱颖而出 他要发现他自己的一种 擅长的优势在哪里 就好像比如运动员 我们大家都想要拿金牌 那我跟你比不过游泳 我可以去比 比如乒乓球是吧 有这个项目 所以对华裔来说 亚裔来说 广大的亚裔来说 的确他们 比如说天生的 特别是第一代的 语言的优势不占先的话 他的这种信息优势 不占先的话 那么他就会回归到 他自己的占先的这种领域 比如说 我发现 我在这个academic 在学术方面 是我的这种优先的 我跟你打rugby 我的确可能打不过 但是我可以这一条路 所以这是一个 澳大利亚的种 一个幸运的地方 就是说他所有的东西 选择是多元的 然后每一个人群 他会找到他相应的 这种优势的领域 然后他在里面 往里面去发展 当然了 这种东西 我在想 Scott 你这个目标 也非常了不起 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优势领域 一直往前走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走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 产生新的问题 那就是说 那的确是过于精砖 或者过于单独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又需要 其实这就是慢慢的 在经过了多代的生活以后 慢慢的融入到 更多的这种 在认识 在价值观方面 融入到这种 主流社会的 这种观点当中 所以也许 下一代的这种父母 不用再催着孩子 说你一定要去学 一定要去当建筑师 只要你高兴就好 只要你能够 顺从自己的内心 的这种目标 有一个目标 然后你去做 在澳大利亚的确 刚才Christine也讲了 说我也很认同 就是说 这个地方 有很多资源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 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的 国际留学生也好 也包括我们 本地的学生也好 在澳大利亚的社会 就说如果你想到 天堂去 这里有很多梯子 给你去爬 但是unfortunately 如果你想要去地域的话 这里头也有很多台阶 放在那儿 等着你去走 所以在这个时候 需要有家长 有社区 包括各个机构部门 去注意的孩子们 你要应该走哪条路 所以这是我这种看法 好 我们正在直播的 是ABC中文 在油管上 星期三的澳东世界下午 五点钟的 这个直播澳洲 Australian Life节目 我们等一会儿 马上回来